因为,怎么说,我是部队出来的,然后我起床的时候,大概会先看一下时间,然后叠个被子啊,然后整一下,然后就出门,大概就刷个牙什么,洗个脸啊,然后看一下窗外的那种天气,然后决定要穿什么衣服,这样子。 那你觉得学校的什么活动最吸引你? 学校,那个Global Bridge Day,那个,因为在我们学校是没有那种,没有那种很多国家的人,然后在一起这样开店啊,然后玩游戏啊,吃东西啊,表演节目啊,哇,那个表演节目真的是很厉害,他们各个国家的舞蹈,真的都跳得非常好。 很棒,然后还有的,还有那种中国分的那个,那个我很喜欢的那个,中国分那个,我觉得那个还有,除了Global Bridge Day,我觉得还有那个,那个,就那个,合肥的那个,普通话,韩语大赛那个,那天我有上去表演。 我表演了什么节目? 就,我是不是跟我摄友嘛,然后就拍了一个那个吉他弹,然后我唱,这样子。 然后,感觉也还行,不过他的那个话筒可能中间有点问题,然后,不是很流畅,但是我也是,反正我唱过的,我不管其他。 然后,然后,就比较完美的这样子就收场了,这样。 那你最后一次集体活动是什么时候呢?能讲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吗? 就,最后一次是上周六,然后因为我是有舞蹈课,然后老师就会,就那时候就安排我们星期六去一个叫一米的那个地方,去那里跳舞。 然后,就因为前一天嘛,我刚参加完运动会,然后挺累的,然后第二天,然后就在车上啊,坐了很久啊,好无聊。 然后我就,玩游戏啊,看风景啊,然后在车上很长一段时间,然后终于到了那个地方。 然后,这个地方好小,就感觉不像那种舞蹈师,你在外面看,就那个,完全就不像,就普通的一个民宅那种感觉。 就完全不像舞蹈师,但你一进去的话,那里面真的,好多那种跳舞很厉害的那种。 就那天,就包括我登记什么的,我都感觉他们好正式。 然后那天去学那个舞蹈,然后就,那个老师很厉害。 后面我回来的时候,有看着他一下那个视频,哇,真的很厉害。 然后,学的挺苛苦的,但我毕竟没有什么舞蹈功力,然后在那边跳的时候也是比较,感觉动作比较不那么流畅。 可能之后会,会再继续努力。 然后,那天主要还有,我们不仅跳完了舞,我们还去了宏大,是吧。 然后宏大去那吃烤肉,我就说我最喜欢吃烤肉。 然后,我也是吃烤肉。然后,还去那个,去那边娱乐场,就投个蓝什么的。 然后,跳舞鸡啊,那最后就蹦迪了嘛。 嗯,我觉得感觉怎么样? 我觉得蹦迪挺好,那个气氛是很不错。 嗯,特别是里面那种,上面表演的那个舞台的效果啊。 那种挺好的,他也会扔那个东西。 嗯。 然后,有一个人穿着警察衣服在上面跳。 嗯。 嗯。 然后,那跟朋友们啊,玩得也是很high那种。 那天是,虽然很累,但是很开心。 嗯。 还想再去一次吗? 嗯,有机会的话是可以,是感觉可以。 嗯。 嗯。